好 我們現在有讀經的時候 也有讀經和解釋 每次我們都會找一些經文 尤其是有些和主題有關的 但有時有些主題沒有關 我們都會繼續讀下去 《前書》十四章一節 這段經文 這段經文是講謊言和說語言 中文翻譯是先知、港道 其實原文是說語言 不過我都覺得這個經文 這個說語言 就不只是說語言將來發生的 不會說每天都在語言將來發生的 他講到造就教會 所以我都覺得是先知性的感動 他說一些說話是建立人的 建立教會的 所以都包含港道在內的 我們這次都會看一看關於謊言 大家看到這個經文印出來 你看到有個一和二的 接著有三和四 我就由這個經文 聖經講到謊言有什麼幫助 有什麼益處 為什麼我特別要說這件事呢 因為我認識有人 他就跟我這樣說 他說 他就說你多些謊言討過 就會帶來地區的復興 就是有些地方復興 因為他說很多謊言 那我就說 聖經沒有說這件事 如果這件事這麼重要 就是謊言就會帶來復興 我們聖經就應該加上一句 你們多用謊言討過 你的地方就復興 如果神是一個溝通的神 即是神 我們深信神是跟我們溝通的 他透過聖經 帶領我們 幫助我們的信仰 走神的路 如果謊言是這麼重要的 他應該說出來 謊言是很重要的 因為聖經有說到 講說個人的奧秘 還有造就自己 有說到 讚美神 是會造就教會的 不過翻譯出來就會 造就教會 即是翻譯出來 正經有說到這四點的功用 至於是否會帶來 教會復興呢 某程度可以是 不過是否就是 天天說謊言 地區就會復興呢 有些人就會說到 就是為何教會沒有復興 因為沒有講謊言 但我看到保羅傳道 他都說他講謊言 但他沒有說到 你們快點說多些謊言 否則你教會不會復興 他沒有這樣的說法 如果這個真是這麼重要的信息 應該是聖經講的 這個是 基本上聖經的教導 因為聖經說什麼呢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 要教訓督摘使人歸正 教導人學而都是有益的 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而是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 即是聖經需要講的都要講 所以我就覺得 如果真的這麼重要 應該聖經講的 所以我就覺得 並不是好像有些人所講的 他們覺得謊言是萬能的 他們都很多時候用謊言講邪靈 我覺得都可以 有時候可以 不過如果那個人不太接受謊言 這個人會否跟他講邪靈 萬能講謊言 他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做什麼 你做什麼 萬能講謊言 我不知道你說什麼 即是那個人接受 可能有幫助 但他不接受的時候 他不明白 是未必有益處的 所以我們都分辨 謊言聖經講的主要是造就自己的 是講說各人的奧秘 我們一起讀一下 差不多前書十四章一節 你們要追求愛也要切募屬靈的恩慈 其中更要羨慕的是作先知廣道 那說謊言的 原不是對人說 乃是對神說 因為沒有人聽出來 然而他在心裡 卻是講說各樣的奧秘 作先知廣道的是對人說 要造就安慰勸勉人 說謊言的是造就自己 作先知廣道的乃是造就教會 這個講道 我們追求愛也切募屬靈的恩慈 即是說有愛心 但也需要屬靈的恩慈 給我們有力量去侍奉神 其中更加羨慕的是說謊言 而說謊言是否只是講一些將來的東西 也可以說一些能夠鼓勵人 幫助人靈命 所以這個翻譯先知廣道 也是有對的一面 但也可以是講將來的事 預言將來的事 也可以說對某人 或者對教會說一些說話 說謊言的不是對人說 而是對神說 是沒有人聽出來才會不明白 他是講說各樣的奧秘 這個和《士徒行傳》第二章的謊言是不同的 為什麼呢? 《士徒行傳》第二章的謊言 那些人懂得聽的 他們什麼話呢? 他們聽到他們用什麼話 所以那種是另一種謊言 但這裏在《哥林多前書》十四章所講的 就是沒有人聽出來 即什麼人都聽不到 為什麼他講什麼都聽不到 所以謊言不是追求內容的 是一個心靈裡面 講說熟靈的事 講說各樣的奧秘 是造就自己的 有些人說怎麼造就自己 這個是一個奧秘 即是說我們親近神的時候 我們講謊言是會建立自己的 所以我們兩個人都需要的 我們兩個人都需要 聖經有誤性的討告 也都需要有靈性的討告 有謊言 還有靈性的討告不只是謊言 也都是有什麼呢? 靈性的討告也都包括心靈愛慕神 歡喜神 感激神 好像我祈禱很多時候都說 多謝耶穌耶穌啊 我愛你啊 啊 這個都是靈的討告 不是一個誤性的討告為主 所以誤性的討告可以包括謊言 也包括心靈愛慕神 好了 這裡講到原來講謊言 第一個益處就是講說各樣的奧秘 所以有些人他們有這個謊言的恩賜 他們慢慢講講講 他會領受到神的奧秘 神的一些我們普通人不知道的事 神會指示他一些特別的事 這個都是講謊言的其中一個益處 所以我鼓勵大家你有謊言的 你就可以用的 但也都用誤性的討告 也都用愛慕神的討告 但有一個很重要 不要學謊言 不要教 不要跟人學 跟人講 那些不是謊言 是聖靈充滿你的時候 你自己會湧出來的 在你愛慕神的時候 你發覺你自己開始講 那些就是從神而來的 好了 作先知廣道是對人說的 要造就安慰勸勉 去建立人 說謊言是造就自己 說到第二個益處 作先知廣道是造就教會 跟著 第五節 我願意你們都說謊言 更願意你們作先知廣道 因為說謊言的若不翻出來 使教會被造就 那作先知廣道的 就比他強了 第兄們 我到你們那裡去 若只說謊言 不用啟示或知識或預言或教訓 給你們講解 我於你們有什麼益處呢? 在這裡講到 我願意你每個人都說謊言 更加願意你能夠說謊言 或者作先知廣道 因為說謊言不翻出來 使教會被造就 作先知廣道就比他強了 即是說謊言是需要翻出來 這個是指帶領教會的時候 當你造就自己 你自己說謊言不用翻譯 你自己說而已 你自己說的時候 是不需要翻譯的 但如果帶領教會 或者是上台講謊言的時候 是應該翻出來 如果不翻出來 教會就不會被造就 因為他不知道你在做什麼 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所以這裡解釋到 在帶領教會的時候 目的就是 如果翻出來 能夠造就他們 他說 弟兄們 如果我去到你們那裡 只說謊言 上台不斷說謊言 又不用啟示 神的啟示 或者知識 或者預言 或者教訓 對你有什麼益處 有什麼幫助 所以這裡講到 謊言翻出來 是會使教會被造就的 好了 第十五節 這卻怎麼樣呢 我要用靈討告 也要用吾性討告 我要用靈歌唱 也要用吾性歌唱 不然你用靈祝謝 那在座不通謊言的人 既然不明白你的話 怎能在你感謝時候說阿門呢 你感謝那些固言是好 無奈 不能造就別人 我感謝神 我說謊言 比你們眾人還多 但在教會中 寧可用吾性說五句 教導人的話 強如說萬句謊言 他說我用靈討告 亦都用吾性討告 用靈歌唱 亦都用吾性歌唱 即是說 他討告或者歌唱 都有時是靈的 靈的可以是包括謊言 亦都可以包括 用心靈愛慕神那種 吾性的就是為了這個人 為了這個教會來討告 然後跟著他講到 你用靈祝謝 如果在座不通謊言的人 譬如你用靈祝謝 你就是講謊言 那些人都不明白你 那他怎能夠說亞門呢 你感謝固言是好 這就說到 原來講謊言的一個益處 就是感謝了 四樣的目的就是感謝 無奈不能造就別人 即是你自己講謊言 沒有翻譯 你只是造就自己 不能夠造就別人 我感謝神 我講謊言比你眾人更多 但在教會中 我寧願用吾性說五句 教導人的說話 強如說萬句謊言 所以從經文我們找到 第一謊言的益處 就是講說各人的奧秘 第二就是造就自己 第三如果翻譯出來 就會使教會未造就 第四是感謝神 這個聖經有講的 我們跟從這個不會是錯的 但有些人就好像把謊言 看為甚麼需要有幫助就是謊言 我覺得這件事是聖經沒有答應到的 我們跟從聖經是不會是錯的 這也講到是講謊言的一些規則 臨前十四章二十七節 若有人說謊言的一起讀 只好兩個人至多三個人 且要輪流就說 也要一個人翻出來 若沒有人翻 就當在會中閉口 只對自己和神說就是了 只作先知講道的 只好兩個人或是三個人 其餘的就當神思明辨 所以我弟兄們 你們要切勿作先知廣道 也不要禁止說謊言 這要講給我們聽 就是講謊言 就是兩三個人輪流說 而且要翻譯 所以這個講謊言 是指到帶領教會上台的時候 就需要翻譯了 你自己在講謊言 你自己一個人在講謊言 就沒有人理你 這是你和神的關係 如果沒有人翻譯 在會中就應該閉口 這個應該指到帶領教會的時候 而不是你自己小聲在講謊言 所以同樣應用在你為人祈禱的 有些人是很喜歡謊言的 你為人祈禱沒問題 但如果他都不明白謊言 那我覺得 就不應該用謊言跟他祈禱 因為他都不知道你說什麼 而至於作先知講道 這個講道其實是預言的 只要兩個人或是三個人 其餘就當神思明辨 不要每個人都一起說 這個又說那個又說 不要混亂 那我說 保羅就說 你們要切無作先知講道 也不要禁止說謊言 這裡很清楚講道 不要禁止說謊言 所以教會是應該有說謊言的 我們要切除了 那些人要切除了 這個又說謊言 這也是個謊言 那些人要切除了 這也是個謊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